大家好,我是郭爱秀山 这个视频的咱们重点点评紫金框业和江西桶业 那么本节视频的重点讲的一个方法是关于I区股对照 I呢指的是I股,I区呢指的是港股 也说呢像同一家企业既在I股上市,也在港股上市 那么根据他们之间的不同表现来讲比较有没有溢价的空间 好,那么列宋呢尤其是当下 那么像我们的I股的话呢,对应的后天才能够开盘 但是呢对于港股来讲,昨天和今天呢已经率先开盘 那么呢昨天今天明天这三天港股当中的一些表现 和可以呢对于I股来讲 它是有一个参照或者是有一个先行的一个维度 那么我们来看就拿今天来讲 列宋呢在通达性行情软件只要输入IH 它有一个II区股对照 那么II区股对照当中我们重点看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I区股涨幅 那么列说对应的 如果说港股当中连续三个交易者整体是有明显的上涨 那么呢I股而言 它由于修饰时间 那么在I股正常开始呢 它可能会有一个补涨或者有一个高开的一个幅度 那么反之如果说I区股当中 就是港股当中相应的 那么连续三天对应的 是属于跌跌不休或者明显的一个回测 那么呢对于I股当中 那么在开释的时间里面 可能也会面临低开或者是不跌 这是一个参照的一个视角 当然这里面呢有一个逻辑 如果说变幅不大 列说呢是属于微涨微跌的 那么可能影响甚微 但是呢重点列说呢是属于明显大涨的 或者说呢明显大跌的 那么它的一个影响就会比较明显 好 那么咱们呢 这个小视频重点呢 结合像纸巾框叶 包括呢像 好 江西桶叶 这两只个股呢来做个对比 例如像纸巾框叶的话呢 那么 这是港股当中代码呢是02 899 好 那么对于港股纸巾框叶 5月3号 昨天 它呢是收跌1.1% 那么今天的话呢 对应的现在是已经涨出6.65% 但是今天的行情还没有走完 那么如果说 今天以及的明天 港股当中紫巾框叶 它要是能够持续上涨 深入突破前面的这样的一个高点 那么它对于挨股当中的紫巾框叶 开盘 它可能也会面临有一个高开 或者是盘中 熟日呢 出现冲高的这样的动能 那么如果说像港股当中冲高回落 港股当中紫巾框叶冲高回落 然呢涨跌不明显 那么对于挨股来讲 它的影响就非常甚微 然后呢咱们再回回到技术面本身 技术面本身的话呢像紫巾框叶在港股当中的一个表现 它呢是属于也是呢 冲高回落到144年军业附近 然后呢震荡往上 然后呢再回撤 连续调整下来呢出现十字星 然后呢今天是属于一个高开冲高的一个动作 那么呢今天的行情没有走完 以及呢明天行情还没有出现 那么我们又站在视角的话呢 可以来有一个先机 就是呢如果说对应的像紫巾框叶如像今天以及呢明天 它能够持续往上 那么对于挨股当中 紫巾框叶它就有可能出现 尤其是开市的第一天出现高开 或者出现高开之后冲高 这样的一个补障的一个逻辑 这是一个观察的一个视角 利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溢价 以及呢时间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插曲 就呢有时间的一个插价 好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那么对于紫巾框叶这一只个呢 在港股当中 我们同样用残忍的视角来进行表达 例如说呢在五分钟图形当中 那么五分钟 五分钟图形当中 对于紫巾框叶这一只个股来看的话 那么从9块01的位置 这是港股的一个表现 好 5块01的位置呢 它对应的是一个五分钟 我们来看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五分钟的中枢 好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一个五分钟中枢 好 那么这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但中两个中枢呢 高低点有相连 可以呢 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中枢扩张来进行应对 好 那么当前呢 再进行回落 回落下来的话呢 那么它的推演方式 一方面呢 可以把它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中枢的延伸 来进行对待 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另外一种推演方式的话呢 例如说从 好 极端性的高点以来 可以把它作为在哪个五分钟 扩张下的 盘整上 这个盘整的五分钟扩张 那么就升级为三十分钟 也可以呢 把它作为五分钟 类趋势上的一个走法 那么回落下来的话呢 那么当前考验呢 是这个位置的回落 一二三 回落之后反弹 反弹的话呢 如果说迟迟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十二元附近 那么呢 防范呢 是冲高之后呢 再进行回落 好 以这个位置作为新的观察点 构筑了新的 盘整下的一个走势表达 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如果说呢 对应了这个位置呢 直接往上突破了前面的高点 那么它的一个推演方式的话呢 就变成了 好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中枢延伸 然后呢 再向上走离开段 向上走离开段之后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直升节点 参考的是这个中枢的上演 好 咱们换一个颜色 这个位置 如果说呢 对应了向上突破前面的 那么这个位置作为一个中枢延伸来对待 那么呢 这个中枢上演 就是重要的观察点 那么突破之后 如果说后面回落不破 那么对应了是属于 分钟级别的三买的机会点 好 这是港股当中的 禅论结构推演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好 然后呢 用均线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那么当前 对于 紫金矿业 02899 这一次个股的一个表达来讲 那么呢 对应了 513 144 多多排列 那么当前的513呢 是属于 粘合状态 就是呢 如果说一根阳线 它能够重新站稳 五天均线上方 后面能够沿着五军上行 那么它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如果说呢 在这个位置保持震荡 前高不能突破 然而阴阳交气 那么这个位置呢 还是属于均线粘合 然而在MSD MSD的话呢 它是属于零轴 下方金叉 上零轴 上零轴之后呢 红柱缩短 那么当前对应的话呢 是属于 红柱缩短 但是没有死差 而后呢 像又出现 红柱的拉长 那么红柱的拉长的话呢 当前如果说持续往上 它伴随的是 有可能发展成为 在那个空中加油 好 这是需要观察的节点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I股当中的紫金矿叶 好 那么I股当中的紫金矿叶呢 它对应了一个技术表达 也是呢 回落到144点均线不破 144点均线不破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反弹回车 在经反弹 出现交替的十字星 1235 现在在节前一周的时间呢 都是以这样的十字星的方式出现 MSD呢 也是上零轴下方 金叉上零轴 但是呢 红柱有点缩短 红柱缩短的同时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紫金矿叶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观察视角 那么在前高 对应的话呢 例如在11块的七毛七 是他的一个沉压 然后呢 在这样的节点呢 他留下的这样一个缺口的位置 也是有沉压的 就是向上有沉压 同时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 我们再把它趋势线 就是低点和低点相连 所构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线 那么当前呢 他向上是受到这样的趋势线的压制的 所以说呢 对于紫金矿叶这一只个股的话呢 那么再往上 考验趋势线的压制 那么呢 可以暂且把12元的位置呢 作为一个小的压力来进行看待 如果向上 伴随的量能不能持续的方大 那么呢 依旧是 找卖点 那么同时 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结合残论思维下 那么在五分钟呢 开线结构的图当中 那么又残论那个世界呢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观点 从9块3的位置 作为一个新的观察点 新的观察点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中枢的延伸 好 中枢延伸过之后呢 对应了他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 那么当前呢 他考验的一个核心节点 就属于 好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中五分钟的中枢 而后呢 走的是一个五分钟中枢延伸 延伸过之后呢 那么在这样的节点回落不破 好 这是一分钟级别的中枢平台 这是五分钟向上离开段 一分钟级别的中枢平台 而再次向上 那么当前呢 可以把这个节点呢 作为第二一个五分钟中枢组件当中 那么向上考验前高 前高一旦突破 那么呢 可以把它作为新的向上离开段 然后的话呢 再以新的中枢上演作为观察点 冲高之后 回落不破 分钟级别300 反弹不给新高呢 300转二脉 反弹可以新高 如果说力度又减弱 那么对应的话呢 是属于300转一脉 这样的一个推演方式 那么这是一种 向好的一种推演 那么如果说像硕的一个表达 我们再来看呢 向下 他考验什么 向下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应的 考验的是 给不给三脉 以及呢 下方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是否始终有效 就是是否始终支撑有效 那么对应的话 10块1毛6 下方的话 首先下一个下方的5分钟 中枢上演是10块1毛6 同时的话呢 当前从11块5毛4这个位置 回落反抽 回落 好 那么呢 向下考验的是 如果说在这个几点 不能给新高 好 不能给新高过之后的话呢 对应的再往下 一旦呢 破了前面低点 可以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 最小 更小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来看 那么如果说再往下 一下方呢 10块1毛6 是一个 呃 回落下来 下呢 不破10块1毛6 然后反弹的话呢 又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中枢平台下延 那么对应的 那么回落 这呢 这是一种 冲高 突破了 那么三脉不成立 三脉不成立 那么那么他的一个回落 只要不给先例 那么对应的又是分钟级别的买点 好 这是止盈矿业 那么他的一个参考的位置呢 是10 我们来看 他的一个中枢下延的位置呢 是10块8毛5 好 一说呢 下方一个是10块1毛6 就是呢 如果说回落 有弱的方式 那么下方的10块1毛6 就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坚守位 那么呢 如果说回落下来之后呢 再往上反弹 那么10块8毛5 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位 那么像上的话呢 像那么前高 前高的话呢 再结合日线级别的趋势线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有一个应对的思路 以及呢 他的一个短周期 分钟级别的空间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 IH股当中 例如说我们再来看的话呢 对应的像江西同业 好 那么像江西同业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在港股的一个表达上面来讲 他也是属于回落 好 144天均线不破 反弹 反弹的话呢 当前对应的是 53 140多多排列 那么他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也是始终 沿着13天均线上行 不破13天均线 那么在5天均线上方的话呢 一样交替 好 同时MICD呢 它是属于临组上方的经刷状态 那么呢 红柱缩短之后今天呢又有那样拉长 如果说今天江西同业 这样00358 港股当中江西同业能够持续走强 明天的话呢 能够顺势往上 那么它是有利于I股当中的江西同业能够呢 持续走强的 这是一种 补障的一个逻辑 好 同时的话呢 同样用残论结构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是已经突破了小周期的高点 那么从13好我们来看 那么它呢是从我们的13块9毛6的位置对应的 它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式呢 我们来看 好 这是属于一个一分钟的中枢 这个位置呢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一个一分钟中枢 这个位置呢作为第三个一分钟中枢 那么当前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第三个一分钟中枢的延伸 延伸的话呢 升级为五分钟中枢 然后呢再向上走离开段 那么这个位置呢 如果这样去划分的话呢 可以把它前面的作为一个五分钟的进入段来看 那么当前呢 如果五分钟的就是一分钟中枢延伸升 升级为五分钟之后呢 再向上走离开段 那么呢 它可能会对应一个新的一分钟上涨的走势结构 这是港股当中的江西同业 它的一个全名呢 是江西同业股份 00代码了00358 好 那么我们再结合均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它只要说能够 始终保持在五均13均上方 那么它对应的是一种良性的表达 如果说呢 乡下一单的破位了13均线 那么不断就有可能会转坏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埃股当中的江西同业 埃股当中江西同业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对应的 下方呢 咱们前面给它有这样的一个点评 下方的考验呢 是低点和低点相连对应的趋势线 趋势线呢 也是在13天均线的一个位置附近 相从合 13天均线呢 是26块1毛1 也说呢 它接往下呢 如果说破了13日均线 收不上来 那么它是一个波段 转弱走坏 可能再往下呢 考验前低 或者考验下方的 144天均线 如果它始终不破 那么对应的话呢 上方有层压 下方有支撑 在这个区间呢 会开始保持震荡 一旦呢 考验呢 是向上能不能突破 突破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就是前面 列出的28块2毛5 好 可以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 如果想要向上突破 那么对应呢 必须要放量中阳 它才是健康的 好 最终的话呢 一阳能够呢 上穿5天均线 最终以坚守5天均线 5军不破 可是有 沿着5军上线是理想健康的 同时防范的是 相似上的过程当中 一个是偏离5军 一个是出现 从高回落常上瘾 好 这是江西统业 那么我们再来看的话呢 那么 咱们把发现工具给删除 好 单纯的用均线的一个维度来看 用均线的维度来看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 观察点 用三线操盘的一个视角 方向形成才参考 这个方向呢 指的是 需要形成多数排列 五十三一百四四 形成多数排列 有没有五十三上穿一百四四 或者五十三 在一百四四内军线上方形成精差 好 那么呢 五军不破 可持有偏离五军可见词 好 那么波段的坚守位呢 可以参考十三日军线 这是咱们前面呢 讲的这样的一个 潮盘口诀 然后我们再用残略的一个视角 残略视角的话呢 我们来看 同样的 那么在五分钟的残略结构 从二十一块二毛 二的位置以来 它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对应的 其实呢 大的一个方向 我们来看 好 大的一个方向的话呢 我们把进气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出来这样的一个 趋势支撑线的这个位置 只要说 此处不破 它依然的有机会在增长走强 如果它此处破了 反处站不上 那是对应的走弱 好 那么用残略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给它简单画一下 好 咱们前面给它简单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它是一个 好 一分钟的中枢 一分钟中枢的话呢 给出一分钟的攀整上 回彩不破 一分钟三百 再往上 好 再往上的话呢 当前它的一个走法的话 对应的 其实呢 是可以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 好 一分钟 攀整上过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个 一分钟中枢 再向上走 离开段 好 回落 回落呢 这个位置 它是一分钟中枢的 不断延伸 延伸的话呢 那么对于江西同业 这一支个股的 技术性表达 就说呢 对应的 好 这是第一个一分钟中枢 咱们换一个颜色 好 第一个一分钟中枢 好 这呢 是第二个一分钟中枢 第二个一分钟中枢呢 往上回 冲高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冲高之后 好 回落 作为一分钟中枢延伸 冲高 回落 一分钟中枢延伸 而后呢 再往上 那么这里面的话 对应的 它是属于 中枢的高低点有相连 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一个中枢的扩张 中枢扩张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就可以成为 扩张升级之后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五分钟的中枢 来进行对待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的一个考验呢 是五分钟三百 成不成立 好 从二十八块二毛五的位置 回落 回落下来呢 考验的是 中枢的上延 这个中枢的上延呢 对应的一个参考界点 是二十五块五毛八 一说呢 它的回落 只要不破二十五块五毛八呢 它是有机会 给出五分钟 级别的三百的 一个机会点 好 那么如果说回落不破 二十五块 对应的 不破二十五块五毛八的 同时 也不破 这样的一个小级别的 趋势之中线 那么它有机会走强 如果相向 回落破了 反周站不上 那么对应的是弱 如果相向上的话呢 如果说再给出新高 那么它是属于 三百 到时候呢 看力度 力度如强 那么呢 是健康的理想的状态 力度弱 三百转 二脉 或者三百转 一脉 好 然后再结合均线的 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在前高的节点 列出呢 当前 也是这样的一个成压 所以说呢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 强弱的关系来进行跟踪 那么单纯的 图入到均线的视角呢 如果说一根 阳线 能够反包上去 反包的话呢 最好能够把上周五 上周四的阴线都可以反包掉 反包掉的话呢 后面就可以坚守 武军来进行跟踪 武军不破 可持有 向上偏离武军可坚持 好 波段的角度来讲呢 破了十三年均线 波段是为走弱 好 这是江西统业 那么呢 咱们今天呢 再简单的总结一下 这是用什么的一个思路呢 尤其是当出现一些 I股市场的修饰 但是港股呢 已经率先开盘了 那么用这样的视角的话呢 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这个作用呢 利用时间差 好 例如像紫金 矿业 江西铜业 中国铝业等等 就是呢 它是有这样的I区 I区股这样的 对照的一个功能 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呢 会有一个先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先机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好 再见